对一个学佛的人来说 世间最重大的事情就是轮回 因此解决轮回问题 就是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也是我们人生唯一的目的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要救度轮回的众生 在六道轮回之中 这辈子我们好不容易出生为人又遇到佛法 因此我们最高的目的 就是让佛将我们救度出六道轮回 这是我们人生最高的愿望 若是不了解佛法的人 他本来就不相信善恶报应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也不知道六道轮回的严重性 所以对他们来说 相对于解脱这件事 是悠悠泛泛地在过日子 好像没有眼睛一步步走进火坑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 到了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临终时能遇到善知识来引导他念佛 乃至十念或者五念三念 一念而往生的机缘 是很欣少难得的 有一首记说 确实是这样 如果生死轮回的解脱 还要等到来世 这样希望就会很渺茫 因为一旦堕入三恶道 所谓一时人身万劫不复 那种惊慌恐怖痛苦 是无法形容的 人身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我们必须要依靠阿弥陀佛的救度 念佛往生极乐世界 一生成就 当是圆满 不要抱着一种下辈子再来的观念 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将解脱生死轮回 既既旺在充满变数的来生 是没有智慧的 因为机会是渺茫难知的 今生好不容易已经为然 也好不容易遇到了佛法 更不容易的是遇到了 阿弥陀佛的救度法门 现在不信受弥陀救度 而想等待以后 机会一失 何时能再来呢 想靠阿弥陀佛愿力 人人念佛 人人往生 人人成佛 善导大师 所开创的净土宗 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 影响最为广大 持久 深远的宗派 至今 已如海纳百川 成为各宗 共同的归宿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by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济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